如果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概念的话 要吃的安心 最起码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掌握 要不然大家就觉得 那离癌跟饮食这件事情 到底有哪些危险因子 是跟离癌是比较靠近的 当然啦一开始我们说 不同的癌症的确基因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家族里面 比如说像有家族的乳癌 家族的大肠肠 这个大概跟遗传上的确是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家族里面 直性亲属里面有这样子的病死的话 那你要特别去注意 这是第一个 撇开这个遗传先天性的因子 我们不去看它的话 后天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探讨的 绝大部分不外乎你的生活环境 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饮食生活 对 那生活环境就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肺癌的人那么多 就跟我们的空气 肺腺癌对不对 对 跟我们的空气 你说我都不抽烟 为什么我还会得肺腺癌 那基本上就是 本身空气就不够干净 宣布微粒空污 还有包括很多妈妈的炒菜油烟 你有没有避开 还有一个 本身在环境里面工作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密闭空气 你的空调 你的那个空气清净机 你有没有把空气调整的好 其实这个都是外在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才会发现 为什么近期的人会 罹患癌症的人会那么多 跟我们常常处在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下是有关的 事情也在跟朋友讨论慢性发炎 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让你的身体 一直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之下 是你的免疫系统是不安定的 这跟压力有关的 当然有 所以很多因素都会导致 你是处于慢性发炎 比如说你的长期的压力之下 导致你的睡眠品质不好 对 你的身体始终没有好好的休息 这个也是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回到我们这边的是饮食的部分 你常常喜欢吃手摇杯饮料 吃甜食 吃油炸的 吃高温烧烤的 这些饮食带进来的都是自由基 就是不安定的化学物质 这些都会攻击你的身体细胞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饮食生活 绝对不是一两天的 我们就是长期下来生活形态 所以这种的慢慢的处在你的生活形态 周遭里面的变化 无形中就会让身体产生一些变异的基因在里面 回过头来 其实针对面对癌友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会讲说 我们才会跟他讲 你不要再去想你以前怎么样了 因为你就是已经生病了 你再去探讨 我过去怎么样 其实不用再去想那些 回过头来是 我现在开始 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 对我有益处的饮食生活 其实像我们在对癌友做一些 卫教的饮食之道 其实我们都是有几个原则 是是是 包括 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情绪一定要好 第一个就是你要避风险 避风险 什么叫避风险 就像你刚才跟我们在讨论 你说 每隔几年我们就报一个食安 所以第二招我们是建议大救 你就是要分散风险 什么叫分散风险 你就是要常常变换你的食物的种类 你要以天然的食物为主 就是尽量让自己避开这些加工的东西 选食物 不选食品 第三就是回归到你的日常生活饮食 你怎么去分配 那大概我们会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大概就是类似像我们有一个口号 就是彩虹饮食 彩虹 对就是让你每天的食物的种类要多 种类越多代表你吃进来的营养素 就是各不相同 就是我身体要的都可以摄取得到 因为你种类越多就有分散风险的概念 我就不会一直吃相同的食物 我就不会一直暴露在危险里面 了解我们刚刚讲了彩虹饮食嘛 就是红尘黄约蓝面子这样子 那还有其他原则嘛 对就是一个颜色多嘛 对对对 种类多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量要吃到够 这我就必须要讲我自己看到的经验 就是因为我父亲呢 他得爱这里真是好久以前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护理人员的背景 所以他那时候照顾我爸爸就是有这个观念 他就要他吃足够的量 然后他就常比我爸吃东西 没错 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 妈呀这怎么吃得下去 就是其实不少耶 如果认真要吃起来 确实 他常常把他就是 因为他是口颈癌嘛 对所以要打成泥状了 对 我就想说爸你也是辛苦了耶 真的 我说实话他们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照顾头颈癌病人也是十几年 我一开始接触 就是癌症基金会 我进去我就是接触头颈癌患者 他们的饮食真的跟一般的人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比较在临床上面碰到的患者就是 会常跟我们讲说我没有食欲 对 非常常 而且这不只是癌症患者 像我父亲 但他就是抗癌过程已经走过了 对 他现在进入到就是老化之后 年纪大了 对 他就常常说就是不想吃 吃不下 然后一杯鲜奶或什么东西放在眼前 他可以吃很久 超久 然后我妈就很生气这样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想办法 因为我 他就是告诉你他吃不下 你不能勉强他吃 对 所以我们只能想尽办法 像他能不能够在小的体积里面 尽量把营养的密度 热量啊 蛋白质营养素的浓度 拉高 要想办法给患者有这样的概念 你可能要在食物的选择上面 食物的烹调配搭上面 你要选择一些营养比较高的食物 是是是是 要做配搭 像这样子 这种就是大家常看到低基金的 对 他这种就算是 你刚刚提到就是 这个我很常用 我常会跟Io里面讲说 如果你真的食欲不好 我又怎么样能够在相对的 季篮的范围之内达到我要的 那么高的热量 或者高蛋白 但我又吃不了这么多 对 一般正常的是 一公斤体重1到1.2 这个蛋白质 可是Io的话 是一公斤体重1.2到1.5 你知道说 它那个量其实是真的很大 所以往往我们在做 Io的饮食照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我 老师我已经很努力吃了 要吃不到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他讲说 那你就要善用一些 营养补充的 比如说像低基金 你刚刚讲说 像他这样的量大概是 等于是多少的什么 我可以换算 我要这样子 这么少少的一点 可以等于什么 对 他这样一包 市售的一包大概60cc左右 对对对 60cc里面它大概含有 五公克的蛋白质 我们真正吃到一两肉 一两肉是多少 三根手指头 所以如果我把它做45的话 你可以加一杯的话 就将近快要给你一两肉 我们就说 吃一汤匙的鱼肉 或是吃一汤匙的鸡肉 等同就是换算这样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肉类的部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肉类 其实肉类 瘦肉类的部分 维生素B群的含量都会很高 所以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B群 它是怕热 有一些B群是不怕热 所以你会 你如果有经验的话 你喝了低基金之后 你当下会感觉很有精神 有 这个我自己也有经验 因为我们家 就是有喝低基金的习惯 其实我们家喝低基金习惯 我想看最早应该是我怀孕的时候 不过那很久以前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 这么多的品牌可以选择 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好 现在很多品牌可以选择 然后就是因为我父母亲 后来都离癌 他们就会叫我帮他们去买 然后我就想说 都帮你们买了 我自己也留一点吧 后来我发现 如果说我真的工作 特别多的时候 可能要很早起来 或说我说去跑步 要跑马拉松 喝这个有喝没喝有茶 当然 所以说我说来说 而且就看一包也没多少 但是因为它就是同时给你 B群跟氨基酸 所以基本上 氨基酸就补充你身体 所需要蛋白质那一块 B群它就供应了 你身体能量的代谢 所需要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说它提供你 足够的能量的释放 还有帮助你神经的传导 所以你会感觉 当下你是精神是恢复的 你就不会那么疲惫 所以其实对癌友来讲 这个变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 有人问我说 那我自己滴不行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你愿意耗 耗那个 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 你愿意耗时间去慢慢滴 我不知道滴要滴多久 十个小时 天哪 这么久啊 滴完了之后记得 你要还给力友 把你白油给力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